全油管最快新闻,环球网报道,据韩联社报道,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,美国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再次访韩停靠,引发关切。 中方此前指出,不走推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正道,半岛形势将很难改善。 报道称,美韩和磋商小组会议为跨部门合作打开长期的合作之门。 中国外交部敦促美韩正式问题癥结,为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鉴于当前紧张对立的安全困境,这次访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